大家好,欢迎收看聊天球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欧洲大师赛资格赛最后一轮 丁俊辉对阵埃博顿的精彩合集 丁俊辉的这一杆球力量刚刚好 非常精确,完全不留位 这一杆球呢,某球快贴阔了 把球杆腻起来一点点 相当于打了一个中高杆 一个左赛 白球经过三阔之后 稳稳的坐到了咖啡球后面 这一杆计算非常精确 重点呢,就是篮球和三分球之间 这里钻过来 四阔之后,完全不留位 救到球 中干的左赛 不得不说,丁俊辉的这些救球呢 力度和角度控制的真的是相当的精确 埃博顿的这一杆做球呢 让丁俊辉十分伤脑筋 这颗球的难点呢 在于黄球和粉球形成后失落 绿球和咖啡球阻挡着解球的线路 红球中带又容易漏球 这个球处理不好 这一盘就要输掉 各位现在呢就可以看看 这个如果是你们 会找哪条线路来进行救球 看一看自己选择的线路和丁俊辉打出来的 会不会是一样 由此去感觉一下自己选的线路是否合理 我们看球的时候呢 多去对比 这样才会提高自己的一个思路 丁俊辉已经做出了选择 他选择的是从三分和四分中间穿过去 但是呢碰到了三分 因为这个出竿呢确实太难了 然后呢 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在他打出这颗球的时候呢 我忽然想起 我已经有十几年没用过这种套路了 差不多都已经忘掉了这种打法 直到他今天打了之后 我忽然想起 哇 我居然忘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东西 至于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一会看 或许你们看不明白 不过没关系 在下一期 我要自己拍的时候 我说的是要自己去拍 给你们讲那些 教你们怎么打球的时候 我自己去拍的那一期的话 下一次 我就专门给你们讲 这种球是怎么打出来 好不好 现在呢 大家就自己先看一下 丁俊会打出这一杆之后 他的白球的一个线路 自己多去想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线路出来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聊台球 也别忘记评论和点赞 你们的支持 会让我们有更大的动力 做出更精彩的视频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